人生到处之和似 英似飞红踏雪泥 大家好 我是Skipper 这里是REALT第4课 生命周期函数和类属性 在我们前面简单的探索了一下REALT的一些入门级别的问题 比如说主机按键的一些属性 State Propos等等这些的使用 要在这一课我们会继续探索REALT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它的生命周期函数 以及一些类属性 它的静态属性 为什么要学习类属性呢 其实我们之前有个坑没有填 那个坑什么就是我们的context该怎么去使用 我说了我们需要用类型检查才能实现context 因为我们在传递属性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它的类型到底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开发大型项目的时候可能会传递特别多的属性 为了实验这一点我们需要做一个类型检查 类型检查是基于类的属性的 我们这节课讲类属性 一些类的静态方法以及属性才能够把上下文做好 以及最重要的是生命周期函数 首先我们从生命周期函数开始 什么叫生命周期函数呢 比如说列组件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一个DOM 这点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它会生成一个虚拟的DOM 然后再采用到HTML里面 那虚拟DOM是什么呢 其实就存储在内存里面的一些变量 那它会经历一个创建更新删除这么一个过程 比如说你在书写一个组件引诱它的时候 写到JSX里面实际上是创建了它 然后呢incestate是更新了它 然后把这组件删除掉 用个三元运算符来运算它的时候 这个过程啊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它到底处于哪个过程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组件处于什么阶段呢 它是创建呢还是更新呢 它是被生出来呢还是被被杀死这个过程呢 那么基于这一点呢 列有个概念叫生命周期函数 这里是全部的生命周期函数 你可能说看了之后非常头疼也不全 还有一些没有列出来 在这节课呢我们要学生命周期函数比较多 装配的话呢有12345 更新有1234567 现在有一个 那么这生命周期函数的意义 我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相当于说你出生了对吧 那么你可以掉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会掉一个函数 告诉大家哎你出生了 那么大家应该干什么呢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同样 生命周期函数相当于一个钩子 它告诉你到这个阶段了 我会运行这个函数 你把这函数写好了 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么你可能看 哇好多生命周期函数 我该怎么去学习它呢 我们先不着急 我们现在啊来跑一个新的 一个react的一个demo 之前我们为了讲这个状态提升 开了一个新的一个demo2 对吧 然后呢现在我们把它关掉 我们现在来新创一个demo3 create react app demo3 好在这个项目创建完之后 咱们进入一下cddemo3 然后呢 wnstart 让它运行 我们先不管了 我们打开就demo3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app.js里边 那么现在我们要讲这个生命周期函数啊 最好的例子是什么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要经历一个 组件的卸载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要是我们直接去写这个app的话 那么我们就很难去实现它这么一个卸载的一个功能 因为我说了现在我们不关注其他文件 就关注app.js作为一个我们主要编写的一个文件 然后现在为了测试这个组件的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啊 最好的方式呢是创建一个新的组件来测试它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 我说了副组件更新会导致此组件的更新 它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我们必要的时候要对app进行更新 让它带动下面的组件更新 才能测出一个组件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 那么现在我们来写一个test.js 那么老是查看它 import react component from react isport default class test instance instance 什么呢 instance component ok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啊 现在我来对这个代码进行一个分屏 写着test第一步 我们construct写上对吧 然后继承propos 然后super super propose 去继承这个东西 虽然说我们可能用不上 但就好去写上去 好然后呢实现一个lan的方法 就是我们先把必须要实现的给实现了 return ok return什么呢 做一个div 好吧 一个div 然后呢里面一行字很简单叫test 要给它一个简单的样式吧 就为了区分它跟app 好吧 border solid wrack epx 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边框 然后现在我们回到app.js里面 我们去引入一下这test.js import test from from什么呢 from我们当前路径的这个test 然后呢引入之后啊 把这些代码 没用的都删掉 这class name 没用的都删掉 留下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引入了这个test ok 引入这个组件 对吧 下面我们来讲这是app 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 对吧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空门来看一下啊 local house 3000 啊 这边我们应该保存一下啊 好 那么现在呢 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我们有两个组件 对吧 就是一个app主件 一个test的组件 两个组件呢 嵌套在一起了 就没什么特别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做一个非常苦力的事情啊 把我们的生命周期函数 全部的写到test里面来 然后呢 做好做好一个console log 这里console log 什么呢 render 好了 lander是一定会执行的一个函数 大家都知道对吧 然后呢 这constrata也是一定会执行的 在我们这个组件 我们打开console log看一下 我们的test在运行的时候 实际上它会怎么样 啊 这里写错了 我把这个改一下 constrata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组件 它的这里面的一些方法 执行的流程怎么样呢 会自动的执行constrata 然后呢 下一步执行render 这么一个顺序 这种顺序呢 就称之为生命周期 就是说 它会在这个组件啊 在创建的时候 或者删除说 它经历一系列流程 那么这流程呢 会在这个组件内部 以方法的方式去呈现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实现这个方法 获取 或者说 让它在某个生命周期干什么 那么现在我们来做一个事情啊 就这里的代码比较多 对不对 代码比较多 我们现在把它都抄下来 我们生命周期函数大概分为三类 一类叫装配 一类叫更新 一类叫卸债 那么装配什么意思 装配就是说 你这个 你这个组件 在一开始运行的时候 是先经历什么 经历constrata 然后呢 经历lander 这两个肯定会经历 对不对 然后在期间 这些经历的流程怎么样呢 它会经历这些生命周期函数 会经历componentviewmode 还会经历componentdmode 那这些什么意思 为什么后面还要加个斜杠 加上unsafecomponentviewmode 还有这个static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个个去探索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做一个事情 我们先从装配开始 注意我们现在首先忽略 这个static开头这个函数 以及忽略后面unsafe 这两个我们已经写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两个函数 写到这个代码里面来 这个叫componentviewmode 这个叫dipmode 它们两个区别是什么呢 就前面component都一样 对吧 把它多相似的画掉 后面mout也一样 这个是安装 安装的意思 好吧 那么区别只在于中间这个view view是将要 dip是已经完成 那么现在把这两个写一下 componentviewmode OK 这个vscode是有代码提示的 dipmode 对吧 我们给大家写一个简单的中文翻译 console.log 组件 将要 加载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console.log 组件 已经 加载 OK 为大家形成更好的一个记忆 我把这个函数名字也放到这里来 那我们再看看现在啊 现在它执行那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我们保存 然后先打开clome 看一下这几个函数执行的顺序是怎么样的呢 它执行顺序是首先调用了什么 constructor 构造函数 然后接下来调用了这个组件 这个组件将要加载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告诉他 我的这个组件要加载了 你要干点什么吗 componentviewmode 对吧 将要加载 OK 下一步 render 这个render其实是一个渲染方法 那么说它其实是渲染 就是把它的组件放到页面中 对吧 这个过程呢 其实也可以叫加载 然后在下一步 组件已经加载 componentviewmode 我发现这个流程 其实非常的直白 对不对 告诉你一个组件 它经历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constructor执行这个构造函数 告诉你将要加载了 然后告诉你开始加载中 然后加载已经加载完成 这么一个流程 一个顺序 这一系列生命周期函数啊 是属于这个装配类的 对吧 然后下一个是更新类的 更新类的呢 比较多 因为我们的组件有两种更新方式 一个setState方法去更新 setState方法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做 FalseState 强制更新的 这个我们先跳过 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的APP组件更新的时候 带动这个test组件更新 副组件更新 会带动直组件更新 那这个时候呢 它也会有一个更新的过程 所以呢 它的更新会相对复杂一点 那么现在 把这生命周期函数再写一下 第一个是component 咱们组件 viewreceivepropos 组件将要接收参数 接收propos参数的意思嘛 我们在下面隔一行 对吧 以下是更新的 更新生命周期 componentviewreceivepropos 组件 将要 将要干嘛呢 将要接收参数 参数就是propos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函数的名字 也复制粘贴到这里来 下一个 这个static 我们同样跳过 下一个是 suitcomponentupdate 这个大家有 英语好乱 应该是什么 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这个component 对吧 这个组件应该更新吗 这concellog 咱们打印一下 待会咱们看看 这个执行的流程怎么样了 concellog 组件 是否 应该更新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 componentupdate这个方法呢 一定是要 return一个结果的 return true 表示要更新 return false 表示不要更新 那为了要测试这个效果呢 咱们一致先 return true 别会报错 它不允许你 return untify 咱们不写的话 默认是 return untify 对吧 然后在下一个是 componentview update 是不是跟这个有点像 我们去对比一下 这个叫什么 componentview mode 将要加载 对吧 将要安装 这个是componentview update 将要更新 大家会发现 这两只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致什么呢 一个组件 对吧 它在你看到它之前 它会经历一些东西 在你看到它之后 也会经历一些东西 好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componentview update 也写一下 componentview update 就在这里呢 还是推荐大家 一定要用VSCode的 因为这样的话 有这个非常方便的代码提示 组件 组件 将要更新 考虑大家的英文水平 对吧 然后下面一个什么呢 这又有一个lander方法 为什么呢 待会我们去会整理这点 大家先不着急 然后下一个是 getsnapshot before update snapshot before update console log 这叫什么 获取 获取什么呢 获取快照 或者说截图 对吧 获取截图 在什么之前 在更新前 那这个呢 对我们中文语法来说 就有点别扭 那我们看一下 在更新前获取截图 比较符合咱们中文的语法习惯 对吧 然后呢 getsnapshot before update 怎么去发音 然后再下一个什么呢 是component did update OK component did update 就上面写了 发现 写的越来越全了 对吧 好 我们写一下 组件 已经更新完毕 那我们看一下啊 大体来说 我们的生命周期函数 它是这么一个流程 是怎么样呢 将要加载 告诉你 什么这个组件 将要干嘛 然后呢 要用lander 然后告诉你 did已经把什么给完成了 将要加载 lander已经加载完成了 然后你更新的话呢 将要更新 已经更新完成 等等等等 这么一个生命的流程 然后下面一个啊 就是更新的生命周期 写完了 对吧 我们在这个备注 上面是加载的 那你可能说 哎 constructor不是也是在加载时候创建的吗 但因为它跟生命周期函数呢 啊 有一定的差别 对吧 因为constructor是我们必须要实现的 那我们这里呢 就把这个先忽略掉 让这个生命周期函数更简单点 下面呢 是一个卸载的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叫做component 啊 unmode 将要卸载 console log ok 组件 将要卸载 那为什么你可能说 哎 为什么你这个卸载的方法 只有一个将要卸载呢 不管卸载后之后 就失去这个组件控制的一个能力了 所以说 关于卸载 只有一个viewunmode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生命周期函数都写出来了 特别特别多 对不对 大家看起来会有点头疼 别着急 待会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整理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打开chrome 看一下 实际上这里报了一个错 这个错是test uses 那这个方法呢 就是遇到咱们第一个错了 对不对 ok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方法给去掉 ok 先把这个方法去掉 待会去说明这个问题 好吧 这个方法在这个时候用不了 那为什么待会我们去解释它 那现在呢 我们把它注视掉 看一下 现在我们组件在创建的时候 会经历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组件 这test组件呢 在加载的时候会创建一个 conjunctor 将要加载 render 加载完毕 这么四个流程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一个事情 这个流程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对不对 是这么一个主动的去创建一个 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里呢 先停一下 我们回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过程整理了下来 整理成这个pvt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截下图 这是react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的一些问题 这是我们现在 这个组件是初始化 初始化加载 对不对 初始化渲染的时候 经历的流程是 constructor component viewmode 将要加载 好 下一步呢 render 在这里呢 又挖了个问号是干嘛呢 就是这一点啊 大家先可以跳过它 OK 先跳过它 或者说我们把它删掉也行 render之后的话 下一步是告诉你 component dmode 组件已经加载完成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就下面是卸载的 onmode 卸载的 那这一段可以先不看 那么看线是怎么样呢 初始化加载的时候 会经历蓝色这条线 蓝色这条线是初始化加载 constructor viewmode render dmode 那么更新呢 它有两种更新方式 就一看绿色这边 一个是副组件的render 一个是自己主动的更新 主动更新 这是我们的setstate方法 现在我们来测一下这条线啊 就是主动更新的时候 到底会发生什么 其实你看这线应该能看出来 对吧 它会经历这一条 调用setstate之后 先去测试这个componentupdate方法 就问你 这个组件是否应该更新 然后再下一步 componentviewupdate 组件将要更新 好了 调用lander lander渲染完之后 告诉你组件更新完毕 是这么一个流程 那么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setstate会不会按这个样子来发生 现在我们在test里面 加一个按钮 对吧 type为button 挂一个unclick事件 等于什么呢 注意啊 一定要等于一个 es6件的函数 是保留dis的作用欲 然后dis.setstate 再一个空的state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state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可以 用setstate来更新它 好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点击 这个按钮里面没有文字 对吧 我们再加一下 setstate 更新 ok setstate更新 打开看一下 现在我们有了 小小的按钮 对吧 虽然是稍微的 丑了一点 对不对 好那我们写点简单的样式吧 写个换行 写个p标签也行 test 写p标签就不用写换行了 好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对着test的组件呢 调用一个setstate的更新 看看它生命轴期怎么样 注意啊 上面这段生命轴期是什么时候的 是加载的生命轴期 ok现在我们要讨论呢 是右边这条线 主动更新的 这么一个生命轴期函数 调用一下setstate 看看执行流程怎么样 执行流程是 先去探索 这个函数 组件是否应该更新 然后下一步 它会告诉你 组件将要更新了 因为它经过这一步 suit component update 这个的确认 对吧 会告诉你 哎 组件将要更新 然后下一步 调用lend的方法 然后下一步告诉你 组件更新完毕 会发现 setstate会经过这么一个流程 就像一个人的生命那样 对吧 好 然后setstate的测试完之后 咱们再测试下一条 看这个图片 下面一个主动更新的方法呢 叫做force update force update什么意思呢 force是力量的意思 那这个呢 可以理解为强制更新 那么既然是强制更新 它将会跳过 suit component update的方法 会直接 force update之后 去调用component view update 直接告诉你 将要更新了 不再询问你是否应该更新了 因为它是强制更新的 ok 现在呢 我们来多写一个按钮 button ok type等于button 然后下一步 onclick 挂载一个事件 this.force update ok force update里面 要求传语的参数呢 是一个函数 作为一个回调 在这里呢 咱们先忽略它 这是force update 更新 force update 强制更新 ok 好 现在我们打开空中看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force update 会发现 它是怎么样的过程 是直接告诉你 逐渐将要更新 然后呢 render 然后呢 逐渐更新完毕 好 现在我们来做个标记啊 下面是什么呢 下面是我们的set state ok set state的方法 我们点击 它们两者区别在哪呢 这是force update 这是set state force update 不会经历这个component update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而是直接怎么办 直接从这个组件 将要更新说起 不再询问你了 因为是强制更新 不许问你组件是否将要更新 调用的时候 会产生这个生命周期函数不同 这些路子啊 就是我们在探索这个生命周期的时候 这条路探索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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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还剩下几步呢 还剩下一个是这个副组件更新 导致的它的更新 以及一个移除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一个组件想要被移除呢 肯定是副组件来移除它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副组件更新 导致它的更新 我们在app里面 设置一个什么呢 先把它写上皮图线 设置两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将会更新 app这个组件 它会带用带动test更新 之前我们已经测过这一点了 对吧 type等于button 然后onclick等于什么呢 等于this.setState appsetState更新 那么现在呢 我们试一下appsetState更新 appsetState更新之后 我们看一下 注意啊 我们现在console.log全是test组件的 全test组件了 然后现在test组件 它经历的流程是 组件将要接受参数 然后组件是否应该更新 还是会问你对吧 是否应该更新 然后告诉你 组件将要更新 然后lander 然后呢 告诉你组件即将更新完毕 我们现在可以换条线了 现在我假设用这个绿色 表示setState更新 那么绿色 setState更新 它会包含哪些流程呢 它是这一个流程 对吧 会从这里开始 去经历这生命周期 然后呢 我再用黄色表示 falseUpdate 强制更新 它会经历一个什么过程呢 会直接从组件将要更新开始 相对来说 少了一个绿色的组件将要更新 对吧 然后呢 用红色表示副组件带动的更新 它呢 会经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流程 这是一个例子 副组件更新 导致直组件的一个生命周期函数的一个活动 然后下面我来做这个例子 就是这个路子咱们探索完了 对吧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把这一个副组件更新 调用的一系列的这个生命周期 对不对 给探索了一下 那么接下来探索的是component view on mode 这么一个卸载的一个生命周期 那么我们怎么做这个东西呢 我们在这里啊 为了让我们能达到一个卸载的一个效果 我们设置一个状态 根据这个状态来决定我们是否要渲染这个test组件 super惯例对吧 propos接受官方指引 propos 那么现在我们来设置一个 distance.states等于is render test 是否渲染test OK 现在呢我们设置为处 设置了一个状态对吧 是否去渲染这个test组件 然后呢 在下面做一个判断 distance.states.is render test 渲染test吗 渲染的话 那么就渲染test 不然的话 我们返回个字符创的吧 不渲染test OK 跟咱们之前做的东西一样 对吧 非常简单 为了实现这个效果 我们要多做一个按钮 对不对 多做一个按钮 那么现在我们把按钮写一下 button 这个按钮呢 就是用来切换这个test渲染的 切换 切换test渲染 现在呢 再挂一个click 等于一个 this.setState 我们可以直接在里面写 对吧 当然呢 你要喜欢 提取出来 没关系 set 是什么呢 is render test 等于非this.states.rendertest 是跟咱们之前做的一样 当然代码看起来有点累 咱们稍微进行一个换行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能看到了 在这里我们调用unclick方法之后 调用一个匿名函数 保留this作用域 对吧 然后在这里呢 在里面调用this.setState 然后呢 去切换这个renderState RenderTest的一个渲染状态 然后呢 来决定这个test 到底渲不渲染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先清空这个 对不对 切换test渲染 会发现 因为我默认是创建的 对吧 那么test呢 首先会经历 constructor构造函数 将要加载 render已经加载 这么一个生命周期 然后在接下来 我们去卸载它的时候 它一声不吭 对吧 默默的就调用了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叫主件将要卸载 那么我们看到了 我们最后呢 其实这条线是没有联系的 对不对 就这个component view unmort方法 是在副主件更新的时候 把它给删除了 对吧 在删除前会告诉你 主件将要卸载这个方法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能做一点别的事情了 具体能做什么 我们之后再去讨论它 那么大家应该 现在经过前面的演习 大家应该能够看懂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就说如果你是初始化渲染的话 那么你会经历 这么一个生命周期 如果你是副主件更新的话 你会经历一个 这么一个生命周期 如果你是一个主动更新的话 你会经历一个 这么一个生命周期 这么一个生命周期 那如果呢 你是强制更新的话 你会经历一个 这么一个生命周期 那如果你被卸载了 你将会调用 这么一个生命周期 那么从安装到卸载 这么一系列的流程 在这个主件 每一个时间段 我们都能够做一些事情 具体能做什么呢 之后我们再讨论它 那么现在我们主要 做的一个事情是 探索这个生命周期 函数的一个问题 在这里呢 我们也需要对我们之前的 进行一个小小整理 对吧 主件有两种更新方式 第一种呢 叫做sense state 另外一种呢 叫false update 还有一种是 主件会随副主件的更新 而更新 注意啊 就是更新是一回事 主件的安装是一回事 对吧 初始化渲染是一回事 更新是一回事 就是我们的生命周期函数 实际上大体来说 分为两部分的 一部分是这个初始化部分的 一部分是这个更新部分的 ok 但呢 他们之间会有一些共同点 都会调用这类的方法 这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那么为了方便大家去看这个 我把这个删掉 为了方便大家去看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我做了一个普通话版的 对不对 让大家去看懂 那我们再过一遍 初始化渲染的时候 首先会调用构造函数 然后会处发一个主件将要加载的 这么一个生命周期 然后呢 调用渲染 然后呢 告诉你主件已经加载 这是一个这么一个初始化渲染过程 然后复主件更新呢 会告诉你主件将要接收参数 主件是否应当更新 要告诉你主件将要更新 然后呢 最后渲染 要告诉你主件已经更新 主动更新呢 是这么一个流程 Postupdate是这么一个流程 我就不再重复了 这咱们的第一部分 去探索了这个生命周期函数的一个作用 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